佳杰被私钦 佳杰期盼团圆也成了中国人的一种情节 很多人趁元旦小假期一起陪陪父母 有的家里空间有限 一大家子在一起 自然要去饭店顶桌家宴 今儿上午 记者在一家火锅店里看到了 周女士和亲朋好友正在热火朝天地吃着火锅 平时都忙 也没怎么过 我就今年觉得19年嘛 给自己 18年给自己画个句号 19年有个好开头 过元旦过新年吃个火锅 红红火火的 19年寓意能好一点 和周女士有一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 到了中午12点的饭点 火锅店里的人气瞬间增加了很多 以前条件也都不是那么太好 现在条件都好了 在家吃还麻烦 又得采购 又得熟悉的 然后现在到店里来吃挺方便的 一家老小 何家团圆 有说有笑 还挺热闹的 然后还没有那么多麻烦事 客人多了 店里工作人员也忙了起来 高店长说 今天这人算是少的了 昨晚店里迎来好几拨客流的高峰 一般都是6点多商人 然后呢 昨天可能是跨年嘛 都将近12点了 还来了好几招小年轻人 有的是在别的地方玩完了以后 有到这地方来吃饭来了 今天到3号啊 有好多预定的 现在包房都订出去了 然后大厅也有好多预定的 记者了解发现 火锅一般是年轻人去获的首选 而更多人进行的家庭跨年聚餐 通常都订在了东北菜等地方特色菜馆之内 平时吧 孩子们都上班忙 也没时间 回来以后呢 双方老人家孩子在一起热闹着 聚一聚 谈一谈 怎么迎接新年 工作怎么干 鼓励鼓励他们 您小的时候 一般过元旦的时候 您觉得那个时候是什么样 跟现在有什么区别 那个时候吧 我们觉得真是要过年了 都盼着过年 盼着过元旦 过春节 吃点好的 那时候你想买太好的买不到 现在是每天都过年 今天延段定的就是比较满了 上午跟下午基本都报满了 就是现在包房的位置都没有了 从前两天吧 咱家就是月夜已经就满了 就没有位置了 现在如果想定的话都没有了 中餐一般都是吃饭来 就是大人孩子都能接受 就是什么口味啊 辣 酸甜苦辣都有 非常受大众的欢迎 大家都挺喜欢的